期间注意自身症状 必要时联络居家照护医疗团队 或安排视讯门诊 收到自主回报医疗系统简讯时 请务必完整填写 也请告知同住亲友 就职或就学联络窗口等 依规定进行防疫措施 疫苗打三剂一起做防疫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面对物价高涨 强生息 需要特别受益来助攻 博瑞投信 首创特别收益策略 运用特别股百搭特性 结合其他收益资产 投资组合互补再进化 降低波动分散风险 让投资效率再升级 入手博瑞多重资产特别收益基金 趁现在 快上网搜寻博瑞投信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应祥月公开说明书 忙碌的工作让我有能力照顾家人 住进树山丘 绿树 鸟鸣与樱花 让我与自己亲密相处 与闺蜜当邻居 在树下喝五茶一起散步 人生有我 有资有味 全新城屋带装潢 立即享受北市最轻松独立人生 2897-9888 树山丘 新未来全房产严选推荐 大家一起来 E-Count ERP1500 会计管理 E-Count ERP1500 库存管理 E-Count ERP1500 商场管理 提高效率一起来 E-Count 一看ERP提供全模组 一个月含税只要1500 E-Count ERP1500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 一路无发 我是阮沐华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两段 我个人赌奖 要跟听我朋友报告 我对于这个股市的一个 操作策略的看法 也就是说直接谈这个策略面 那策略面其实呢 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那我自己个人有 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策略面 其实讲白话一点 我又不算是一个 所谓价值型的投资人 我也不是完全交易型的投资人 那我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型的投资人呢 我这个蛮freestyle的 就是说我其实也不把自己定位 在价值型投资人 我也不把自己定位 是一个纯交易型的投资人 就freestyle freestyle就是我的这个特性 随时应变各种盘式不同的状况 那今天为什么要这样跟大家讲呢 这要先从啊 我这个小时候的启蒙的 电视影集讲起啊 我很小的时候 我很喜欢一部电视影集 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部影集 就是美国一个功夫明星啊 大卫卡这个卡拉定 所演的功夫 那这个功夫这部影集啊 其实它是很老很老的影集 那可能很多人没看过啊 我到现在都还有那个 大卫卡拉定在功夫 那部影集里面那个 那个少林武僧的那个模样 他那故事啊很妙 他讲说是一个那个 中西混血的 这个少林武僧 就大卫卡拉定演的啦 那他演是在从大陆 然后呢 中国到美国去寻亲 因为他是中西混血嘛 他本身又是具备武术的 一个少林武僧 那到美国去就是 这个除暴安良 发生了很多故事 那部影集啊 大概在我不到十岁的时候 这个哇 这个全台湾非常轰动 只要在我这个年纪人 大概都看过啊 我都还记得那个大卫卡拉定 在那个少林寺里面习武的画面 那在那个阴暗的寺庙里面 整排的蜡烛 然后呢地上泼一张白纸 这个很长的那个绢纸 然后呢他的师父叫他在上面走 不能弄破 叫练轻功 那个印象都非常深刻 所以我从小对那个Marshall R 就是武术啊 深深着迷 那大卫卡拉定之后呢 当然就知道 但那个武术宗师是谁 就是李小龙 Bruce Lee 就出来了 李小龙最早他也是在 这个 他应该在旧金山出生的 那我们谢谢 Joseph对我们的董内 那李小龙在旧金山出生 事实上李小龙的爸爸 是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戏剧演员 那个应该是乐剧吧 乐剧的演员 他本身是香港人 他本身是广东人 他是广东佛山人 然后就那个大恶造广东习武 风气很盛的 那但是他是在这个旧金山出生 他旧金山出生之后呢 他长大 他不是在旧金山长大 他是在香港长大 那香港长大 他跟谁习武 他是跟叶问习武 所以真的有叶问 所以李小龙是叶问的这个徒弟 就学习这个咏春权 那咏春权之后呢 李小龙他自己freestyle之后呢 变成是所谓的节权道 那李小龙的大学是在美国读的 他读那个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 他读主 他主修什么我忘记了 但他复修 修哲学 所以他整个人 他除了那个武术 非常的厉害以外 他那个哲学思考也很强 那如果各位想要去看他 那个哲学思考 你去看 他其实有一个影片黑白的 就是美国有一个主持人 那我记得那个主持人也蛮有名的 去访问李小龙 他对于那个武术的看法 他其实讲了很长一篇 全篇他所讲的 我记得最清楚 印象最深刻 他就是跟 我们谢谢UJ对我们的donate 他讲的最深刻 最清楚的就是讲说 那个be like water 什么叫be like water呢 他主持人问他说 到底武术是什么 他就说 其实武术就是be like water 就是你要像水一样 什么叫像水一样 他说水这个东西 放在瓶子里面 他就是像瓶子的状况 像放在杯子里面 就像杯子里面状况 所以他基本上 他是没有形状的 我想他讲的那个意思 就是上善落水的意思吧 后来我体会到就是说 再强的力量 也不可能击穿水嘛 所以be like water 就是说 你要随时能 改变自己的思维 然后能包容一切 就像水一样的柔软 但是呢 又像水一样的刚强 大家知道这个水是 如果一旦发挥 很大的冲击力道的话 那个威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既能柔又能刚 那主持人又问到说 李小龙说 那这个MarshalR到底是什么 武术到底是什么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东西 李小龙回答也很有意思 他说这个武术啊 基本上他可以是各种的 像柔道啦 空手道啦 中国 中国boxing啦 中国功夫啦 全面的结合 他说这就是一个 我个人的style 我就是把所有的这种 大家讲说分门别类的派别 空手道 柔道 全部把它合在一起 他说 这就是我个人 感觉武术就是这样子 他说呢 如果你 你讲武术是一个运动也好 但是你讲武术 真的就是这个打斗也好 他说如果你真的是用武术 在打斗的话 哇 那你就你身上的每一块肌肉 每一个部分你都要用到 那就是生死对决啦 那个可不是像这个擂台上面 这个美国拳击只能用手一样 脚也要用到 那个手肘也要用到 他就讲了很多 有关他对这个武术啊 以及他人生哲学的看法 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上网 YT去搜寻 你就打那个Bruce Lee 李小龙 然后打那个Be Like Water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整篇视频 我真的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其实从那个影片里面 我体会到很多那个李小龙的想法 而李小龙也是我儿时的时候呢 最崇拜的偶像 到现在我也是最崇拜他 他的电影我每一部都看过 从唐山大兄到那个金武门 然后到这个最后他就是 那个那个那个龙真虎斗 所有的邵氏拍的 或是他后来到美国拍的电影 每一部我都还有印象 我印象最深刻 那就是金武门 那金武门他演霍元甲的这个徒弟啊 叫陈真 他发现 后来他发现他的老师霍元甲 是被这个日本人毒死了 所以他就是这个誓言要去帮霍元甲报仇 那时候他第一次用到了双结棍 大家知道李小龙最这个著名的 那个武器就是双结棍 就在金武门里面 那金武门里面 我还记得他最有名的一个画面 就是他飞踢 把那个公园前面挂了一个牌子 把他踢碎 那个牌子上写什么 他写说中国人与狗不得进入 真的那个画面我都还记得 那个看到那个鲁华的那个字眼 他就飞踢把他踢碎了 因为他那个整个故事是讲说 对抗日本人 颇有那个民族这个情节的 这样一个电影形态 然后把那个 那个其实真的是公园 就黄埔公园 把他整个踢碎 然后他在电影里面 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 我还记得他拿双结棍 去打日本人 那个画面很精彩 但我没有 我没有要这个仇恨日本人的意思 跟味道 我只是觉得那时候 小时候看到的时候 真的是觉得 哇那个热血满腔 那李小龙之所以作为我我的偶像 除了他的那个功夫以外呢 最重要我觉得是他的思维 虽然他年纪很轻就过世了 大家知道他 1940年出生 大概差不多三十几岁 他就走了 就拍那个 最后一部电影 那部电影 片名蛮不吉利的 就拍那个死亡游戏 那部电影 那就走了 就是他死也是一个谜 因为他就死在丁佩家里面 大家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 众说纷纭 没有人可以真正指明李小龙的死因是什么 那 李小龙他这一生的传奇 三十几岁画上据点 其实他留给世人的无限的这个 想象呢 除了他的这个电影的杰作以外 最重要我觉得他的这个思维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开始 叫做be like water 这件事情 就是说所谓的freestyle 真的我们在市场上面 你真的不需要这个 一味的看空股市 也不需要一味的看多股市 你也不需要说你自己就是一个 所谓的标准的这个价值型投资的 纯股派 你也不要说你自己就是一个 随机应变的交易者 那其实你可以be like water 你可以freestyle 我一直给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 所以说在这一次的股市的反弹中呢 很多人可能很意外说 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经济前景 企业获利 不是都是一步步都是要准备要爆雷吗 英国今天公布出来的消费信心 7月是负的41% 负的41 是1974年有统计来最低 这是GFK的GFK的统计 那英国的6月通货膨胀是9.4 是40年的新高 消费信心崩盘 通货膨胀40年的新高 那英国股市怎么会看好呢 英国的经济怎么会看好 欧元的欧元区的经济怎么会看好呢 我们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去买股票呢 可是问题是你又发现 股市就在这样子 大家都充满了疑虑跟恐慌的情绪之下 它却走出了一波很明显的上涨 比如说大家看到我今天帮各位准备的第一张图 就是费城半导底指数 费半指数今年最低的时候 跌到过我画圈圈这个地方 2386点 到周四费半指数涨到2916点 这个涨幅是多少 这涨幅是22% 它跌了40% 那涨了22%上来 如果你就这个短线的涨幅来讲 费半已经进入牛市了 因为我们常讲从高点下来跌20% 叫做进入空头市场 那从低点上去涨20% 一样是进入到多头市场 进入到牛市 你说这怎么可能会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呢 从熊 从这个熊到牛呢 但它确实就发生了 这个是费半 那我们再来看 最近五年来费半的空头走势 最近五年来 我等一下会给各位看更长的 五年来 2018年3月到2018年的12月 费半当时是跌27% 2020年2月到2020年的3月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一个月跌了38% 之后不是恢复多头 而且大涨创新高 那2022年的1月到6月跌幅40%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注意 可别再当租队友咯 现在房租涨得比利息还要快 买肩心野之森 将房租 好我们现场朋友大家好 卡兹你换工作换去哪儿呢 大家知道大卫卡拉丁吗 FREESTYLE 来一段RAP 没办法 不好意思 Joseph下次换你来 我们节目RAP一下 UJ今天赚什么呢 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叶问曾说李小龙是短命像真的吗 没本事怎么顺势 这是重点 追杀比尔我也超爱的 我觉得那个 追杀比尔那个导演真的超厉害的 我很喜欢那个导演 他拍的每一部电影我几乎都有看 好我们要回现场了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就吧 好我们听用朋友问我说最近有 有没有买美股 Kan问我说有没有买美股 我最近买SOXX 以及买XLP 还有买了另外这个是 IYW 给大家参考 不是报名牌 我也抓这波美股的反弹波 但基本上我还是看反弹 我并不是看回升 其实刚刚杜老师讲的 我完全同意 我完全同意 我的看法也类似像杜老师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问题 可能会拖很久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 有跟听众朋友报告过 2000年跟2008年 那两波的空头 熊市跌幅差不多 以美股的跌幅来讲 都是超过四成 但是最大不同 08年跟2000年 最大不同是什么 时间波 大家回去看 08年那一次的空头 其实美股只有走了 一年多 一点点的时间波而已 就是08年一整年下跌 其实从2007年的第四季 就开始箭头往下跌 跌到2009年的第一季 就见底了 之后就出现多头回升了 那这个是08年 可2000年那一次 各位回去看美股 足足跌了两年多的时间 所以这一次我个人估计 大概空头鞋垢形态 差不多应该是2000年那一次 而不是08年那一次 那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废半 为什么今天要从这个废半切起 一开始从这个 李小龙的 Be Like Water 真的很建议大家去看 Be Like Water 那个YT上的影片 很有哲学味道 大家不要觉得李小龙只是一介武夫 只是会截拳道 只是会双截棍在那边耍 你完全错了 李小龙的哲学底非常深厚 他的哲学底非常深厚 那为什么我要讲他的哲学底下 从大卫卡拉丁的功夫 到李小龙的这个电影 对我这个童年到长大 影响非常的深 可以讲说是我的启蒙影片 跟最崇拜的这个电影人物 那回到这个Be Like Water 就是Freestyle这件事情上面 那我们如果真的去拘拟 这种所谓的股市的别幅 或者是时间波空间波 你可能有时候会陷入 自己本身的盲点 那回到我们刚刚讲说 废半最近五年的空头 最大的就是疫情当时 一个月跌了40% 然后2020年的2月 到这个三 对不起 今年最大的跌幅是40% 2020年的2月 到2020年的3月 疫情那时候 也接近跌了40% 好38% 08年3月到08年的12月 一整年下跌跌27% 所以他那一年 他其实是一个时间波的下跌 他不是一个 大幅的一个空间的下跌 但是呢 今年跟这个疫情爆发 那一个月都是一个 所谓空间的大幅修正 好那我给各位看一下 那个走势图 你就知道了 这个是废半 2018年的走势图 大家看到 废半2018年的高点 在年 年初三月的时候呢 是1464点 跌到12月 年底的时候呢 跌到1066点 他其实在整个过程中 他跌势并不是很急跌的 到第四季 他跌势才比较急 而且呢 这个角度才比较明显的 出现往下掉的状况 前三季 他其实是比较像是一个横盘 区间的行情 那这是08年 当时跌了这个28%的一个幅度 那2000年的时候 就完全不是这么的story了 大家看到2000年跌多久 从2000年 废半指 3162点 跌到2002年 快年底 跌到209点 两年的时间 跌掉多少 跌掉84% 这个是2000年 因为我们刚刚看的是 最近五年的废半 的这个空头市场 如果我们拉到2000年 你可能会吓一跳 两年的时间跌掉84% 如果说你没有避开 这两年的空头 你在这个 废半指数上面 或者你在他的成分股上面 你会损失非常的惨重 那这个是2000年 那台股呢 这一次的行情 如果我们看这半年来的行情 我再给大家做一次 文字上的整理 就是说这个 整个区间上的整理 1月5号 我们大盘见到 18619的高点 也是历史最高点 跌到3月8号 跌到16764 那总共波段跌点呢 1855点 跌幅10% 这是第一个波段的下跌 那下跌完之后 它出现反弹 那从这个3月8号 谈到3月30号 17770 上涨1006点 涨幅6% 所以呢 你发现 他从1月5号 跌到了这个 3月8号 这足足跌了 有两个月的时间 但他反弹才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他反弹的时间都短 下跌的时间都长 那下跌的幅度都大 反弹的幅度都小 这就是所谓的空头市场 所以空头市场的特性是什么 下跌的波段 他时间波一定长 而且呢 他幅度一定大 那反弹的波段呢 时间波一定短 而且他的波段幅度一定小 那至于说谈到这个 3月30号 就3月底了 谈到17770点之后呢 他进行第二波下跌 跌到5月12号 15616点 15616点 跌了2154点 跌幅达到12% 我们谢谢宇强对我们的斗内 大家可以看到说呢 第二个波段他跌幅更大哦 跌到12% 第一个波段跌10% 第二个波段跌到12% 那跌了12%之后呢 他反弹到6月1号 你看反弹又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弹到16811 总共反弹1115点 第一波反弹1006点 第二波反弹1195点 弹幅呢7.6% 所以你们发现 一个弹6% 一个弹7.6% 大概都介于在7%左右 那弹点呢 大概都1000点到1100点左右 那弹到了这个6月1号之后呢 大盘就进行另外一波下跌 也是足足跌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跌到7月12号 国安基金进场那天 13928点 总共呢 对不起 下跌到这个7月12号的 13928点 总共下跌 这应该是下跌了 不是上涨 下跌了2883点之多 哇 这一波真的是跌死人了 将近3000点 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主跌段 是这一波 跌幅达到17% 那目前呢 大盘正在进行第三波反弹 谈到今天指数最高14996 总共谈升1068点 谈升幅度7.6% 所以为什么刚刚杜老师讲说 他的规划的话 这一波的反弹是时间波反弹的 5波AB 12345波 然后第一波反弹 看似满足 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 已经谈了1068点 而且谈升的幅度 跟前两波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呼应一下刚杜老师所讲的 那至于说会不会是一个 5波反弹 我不知道 会不会一直谈到 这个今年的11月选前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整个结构面 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今年 整个台股的走势图 再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是 第一波下跌 然后第二波的反弹 第三波的下跌 第二波的下跌 第二波的反弹 以及呢 这一波跌最凶的 将近3000点的 第三波下跌 还有呢 我现在画起来 这个地方呢 是第三波的反弹 这个就是今年 目前大盘到目前的结构 好 那这个结构面 我们后面到底要怎么去观察 台股怎么发展 那是另外一回事 最后我要讲一下 这个操作逻辑 跟策略 我个人呢 就是在这一波上面呢 我也去抢到了 这一波的反弹 那我抢什么样的股票 也跟大家参考 不是报名牌 这完全是范例 我抢台积电 联发科 还有呢 长龙航空 长龙海运 以及呢 我抢富邦煤 这个富邦煤 也是去年 让我赚比较多的股票 所以对他念念不忘 还有呢 我去抢了这个圣衣 跟三幅化 那今天三幅化 开盘就拉到掌停盘 所以今天还蛮挺高兴的 所以大家发现 其实我还抢了蛮多的 那这个抢反弹呢 就归抢反弹 这就是之前 我对整个盘市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 所谓的大空头熊市 那你会问说 为什么你会在这边去抢反弹呢 为什么你不会继续看空呢 这就是所谓的freestyle 我跟各位讲 这就是所谓 所谓freestyle是什么呢 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有钱赚的时候 你不要放过他 当整个涨势形成的时候 你看到整个趋势形成的时候 你就be like water 讲白话 就是这样 你不要去拘你在自己的 所谓空头的想法 这个后面经济要衰退 企业获利要完蛋 然后呢 未来整个情势会越来越差 你如果一直在这个 自己的这个想法中 现在这个情境之中 你不会去追反弹的 那同样的 你也不要说 我认为后面 就是一个大回升 我看股市就是要大涨 这个股票市场不是这样子的 当他谈完了之后 他可能又进行另外一波空头 甚至破底 都有可能 所以随时应变操作 同时呢 把握好自己的资金 进场的节奏 以及持股的部位的调整 才会是在这个市场上面的赢家 因为这么多年来啊 没避开空头的人啊 讲白话一点 你多头赚赚赚赚赚都没有用了 今年你从年初如果没有警惕 你没有避开这一波的 这个台股美股的大跌 你可能现在手上资金 或者说你的资产部位 已经减损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都有可能 那如果你避开了 你手上满满现金 你为什么不在逼迫反弹的时候呢 进场 这个赚一点钱呢 所以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客人 从李小龙出发的 freestyle 胃痛 胃死都逆流 迅速缓解 胃部不适